花林林区管理处的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创立十周年庆系列活动 从我们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情境的装置展率先的登场 由在地的艺术创作家以国产材为材料 结合了园区内的森林树海意象为灵感 创作包括了森林渔家台 林间餐桌等四件地景装置艺术作品 错落在园区的各个角落 花林林区管理处欢迎大家一起来寻宝 体验国产材的美好 孙子月集木琴三重奏 为花林林区管理处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创立十周年庆第一场庆祖活动 聚合我们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情境装置展开场 地方机关首长也都出席庆贺 大农大富战 花林林馆处今天上午举行聚合我们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情境装置展 是由在地艺术创作家 以国产材为材料 结合平地森林园区森林树海意象 创作包括了森林渔家台 林间餐桌等共四件地景装置艺术作品 透过园区导览解说 让与会嘉宾与游客民众嫌赌为快 占地1200多公顷面积的评审园区 20年造林有成 除了壮阔的森林树海 花林林馆处也特别结合国产材的推广创作 让艺术创作与国产材的运用更生活化 错落在园区各个角落的情境艺术作品各有千秋 花林林馆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寻宝 体验森林国产材的美好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宣导活动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我们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那来到平地森林园区 除了你可以骑脚踏车 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之外 会有一些装置艺术让您来做欣赏 来做使用 国产材是我们目前林务局推展的一个重点 那这些装置艺术呢 我们是透过国产材来做制作的 所以在享受森林之余呢 也可以感受国产材的美好 从森林瑜伽台 接受森林疗愈 林间餐桌共享亲自乐趣 或者风铃声搭配吊床 搖曳摇烧桃的茶香 各个呕心沥血的情境艺术创作作品 从即日起展出到11月底 华林领馆处也借着 透过创立十周年庆系列活动 要让更多游客民众认识平生 亲近森林树海 记者十一欲栏光复采谋报道